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炮儿主演的身份 然而他在老炮儿里出演的只是小飞的女朋友 连名字都没有 百度词条里他的身份是小泰妹 在某次采访中尚宇贤还说 因为自己在电影终会以脏便儿的造型出现 而脏便又非常难弄 卸妆特别麻烦 而冯小刚看到后主动上前帮他拆辫子 当时真是受宠若惊 在老炮儿之后 尚宇贤又参演了成龙 李志平主演的功夫 瑜伽 依然是客串 依然没有名字 但成龙还是带着他出席了发布会 而且在拍摄和李志平追车的那场戏时 因为天气炎热 成龙还在一边帮他撑伞 大概大佬们对于敬业又认真的小辈都比较关系 之后他又出演了陈思成指导的唐人街探案2 这次不仅有名字 戏份还挺重 尚宇贤在剧中饰演的是来自香港的天才黑客KIKO和刘浩然饰演的秦峰有不少对手戏 这个古灵精怪时不时会入侵警方系统 获取案件线索的黑客也很受网友们喜欢 因此有网友表示 希望能在唐人街探案3里看到他 在客串两部电影后 尚宇贤面对戏份颇多的KIKO一角也没有露窃 之后他又与刘浩然在《远大前程双轮回》中再次合作 刘浩然饰演的霍振销 因为救了被英国巡捕长官侵害的女学生而被捕 从而在狱中遭遇巨变 完成蜕变 而这个被救的女学生段湘云 就是尚宇贤饰演的 不得不说尚宇贤从出道到现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